大家好 这个是GPD WinMax早上游戏机 它呢是 给拿在手上 手柄这样玩 当然它也是一台电脑 它的处理器是1035G7处理器 很强大的一个 新出的一款新处理器 然后呢内全是16G的 所以呢 它其实也是可以当一台电脑 来玩那个 网络游戏的 虽然它的屏幕只有8寸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性能 那我们今天 要演示的一款游戏就是 英雄联盟 其实 这款机械的性能 玩英雄联盟是组组有余的 但是 有些网友 他希望还是要看到测试一下 我那也是很久没玩了 主观的小学生 主观的小学生 那我们就随便开个排位试一下 那我们就随便开个排位试一下 改成中落和下落 我基本上排不到 然后改成辅助秒排到 我已经排到了 辅助这个位置了 但是我选个雅锁 看来队友现在还会回忆 哦 两手已经被禁了 那我就玩一个小渔人辅助 诶 原来就是禁 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进入渔人了 看一下 真说我居然有130帧 哇天 不是 我来 Pete 我去看看 你给你打个招呼 我去看 都给我买了 我去看 你这些东西 特别有多 那些东西 我去看 我去看 你这些东西 特别有多 你这些东西 我来看 看一下现在的特效是不 啊 垂中的 直接放拉到最高 看拉到最高的 然后现在震速还是一百多 是吧 其实我们车衣服联盟呢 主要就是看这个一代的键盘 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按 因为这里有一个键啊 数字键这里 就是我手机放到这个键 这个数字键不是1 所以你要按1的话 就会按到这里 按到第二个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可以通过设置来改变的 我们现在通过设置啊 把这个数字键有点 前面空了一个的这个键 前面设置的称 嗯 自身 大家习惯了那个按键 那现在这个键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个键盘玩 运行联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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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脱翔了 就是 瓦英修年模我们是在 二四五瓦的 性能模式下玩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性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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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